如何帮老板审稿子 一般来说在学术圈里 帮杂志社义务的审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要晋升到一个杂志的责任编辑 或者是什么 你每次去审稿 杂志社都会给你打分 所以你审稿的质量是光呼着你未来 能否挤身进入一些高端杂志的一些编委 主编之类的 但是中国的老板都很忙 这个任务往往是交给硕士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研究生的 所以我身边也经常有同学抱怨 不会审稿 把老板审稿 我自己都不会写 但是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硕博 也应该是要有审稿这样子的经历 因为你审了别人的稿子 才知道到时候如何审视自己的稿子 所以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审稿的列表 当然真正优秀的审稿人 绝对不会像我这样大段大段的审稿 他往往就像一个美女杀手 远远的离你十米以外 突然走进你的身体 一秒钟快速的击中你的下音 让你单产倒下 就是这种感觉 他一般稿件的回复都很短 直接就抓住了你文章最多的弱点 然后一招板几笔 你先要感谢一下编辑 给你这个机会 然后你读一下这篇文章的摘要 第一句话就结果 这个引言方法结果和结论 大概都摘一句话 然后就给一句 这个研究是一个非常interesting study 但是人需要修稿 好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走流程 首先如果题目出现了一些语法的错误 那就英语需要 native speaker proof 打上去 然后看一下摘要 摘要先是重点评估一下 你对这篇文章的水平 你看一下是不是一个闭环的故事 什么是闭环的故事呢 就是说他的摘要的background 或者说introduction里面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 然后再看他的conclusion里面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他第一句话 在讲什么也不知道的就随便给了一个背景 结局好像给的好像也跟这个没什么两样 说明这个可能写文章能力是有点差的 然后再看看他的样本质量 质量基本就是说 你看他样本大不大 看他有没有重复很多次 一般在摘要中就会体现出来 所以你就有个大致的判断 这个文章 他做的累不累 他费不费钱 没什么细节可看的 大致呢就看看语法有没有用错 然后缩写有没有解释出来 有P值啊R值啊 这些有没有给出具体的值来 这里挑一些小毛病 引言的部分就正文的 首先呢先看一下他的参考文献的质量 会不会出现什么international india什么general 什么国际印度杂志 这就很垃圾的说明 他这个引文可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此外你做一个领域如果比较熟了 这个领域里面肯定有几篇文章 每个人写文章肯定都会引到的 如果这个人没有引到 说你肯定是个菜鸡要一个新手啊 然后呢就是找gap 既往的这个研究的缺陷在那里 如果没有说清楚啊 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评审里面说 这个gap或者limitation 请讲清楚啊 我读不出来 此外呢还有他的研究目的有没有说 研究目的叫rm is true 或者purpose is true 就这种东西他没有明确写出来的 你就要他写清楚好了 然后还有他们的假设具体是什么 你也可以要求他写 如果都写了的话 那说明就你无处可下手攻击 说明他整体这个人他是一个老手 好的然后我们走流程啊 下来到了材料方法 第一件事呢先看 他伦理有没有写啊 没有写的话点他一下 然后看他的各种统计学软件 还有各种统计的工具 开源工具 是否网址和那个引用都已经做到了 没有的话呢点他一下 这里呢有点像错字数的感觉 但确实是应该有的 然后关键看他统计的部分 里面有没有阐述清楚 什么叫阐述清楚呢 就是说他这个统计 是在哪些样本里面去做的 具体用的是哪个统计学的方法 他的P值设定为多少时 为统计学显著 然后这个P值有没有去校正 有没有去校正一些斜变量 反正这些人你去留意一下 没有的话就问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找查部分 这个找查基本都是能找的 如果找不出查的话 这篇文章质量就非常高 找哪些查呢 第一你就反正估计他样本量不怎么样 你就说small sample 样本量太小了 如果没有重复验证了 你就说有点不确信了 你能不能再验证一下呀 或者他P是设置0.05的 你说这个不够严格 动物实验的 你就说人体实验 为什么没有验证一下 说人体实验的 你就说你这个缺乏动物实验了 当然说这些话 并不一定期望他去 真的做出动物实验 或者人体实验 就是逼他把这个东西 给写到limitation里面去 此外呢 如果你自己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的话 你知道某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某一个方法 解决他的这个研究问题更好的话 你可以明确点出 你为什么不用 我知道的这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要用你这个方案 你这个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这些都是可以点 可以让对方非常头疼 走流程到结果部分 结果部分呢 主要是看图和表的一个审查 图表呢 首先看他的那个小标题 是不是有 没有的话 逼他补上 然后他的这个table one figure one 是不是在证文中都有引用到 然后图片里面 有没有不能致棉性的一些地方 譬如他用了一些缩写 下面没有说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 你都可以叫他clearify 觉得他配色不好看 叫他修改这个配色 你觉得他图表太多了 没有必要 你就说表几表几没有必要 或者你又觉得说 他这部分结果 你想要看得更仔细 你就说某某部分应该做成表 表格里面呢 主要是看小数点有没有统一了 就是一列里面小数点是否不一样 有的是用两个小数点 有的用三个小数点 那这样肯定是不合规范的 对吧 然后看他结果的描述里面 他小标题是否成逻辑性 如果他都没有小标题的东西 都拖成一拖的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你就要他重写 但是即使要聚稿 写的清楚一点 这些都是关乎你的一个 评审结果的一个质量打分的 然后走流程 看讨论部分 讨论部分除了第一段以外 看下面的每一个主要的段落 你每一段读前面的两句话 看他是否已经说清楚了 一般来说正常的SCI论文 前面两句话肯定 一个是阐述主要的结果 另一个就是阐述他的主要的一个观点 如果他两句话了 你都读了都不知道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 你完全就来Clarify 就一个高手 应该在讨论部分要多看看 关键是找他对方自相矛盾的东西 其实很容易自相矛盾的 因为推论点的时候 经常会去想一些借口 就说明明这个东西 你想要它下降的 结果它上升了 有的人非要把它解释人 这可能是一种代偿 但是在他想要它上升的地方 他又说这个东西不是代偿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 你就可以问他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升就是代偿 在那个地方上升就不是代偿了 这就是自相矛盾的点 那这里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 能够抓住他的这个点 你如果自己也做这方面的 你再看看他的引文 有没有引用你最近的一些文章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你是比较猥琐的那种人 你可以跟他说 你这个讨论不够深入 你最好最近期的几篇文章都没有引用 你可以丢三篇文章给他 里面夹杂的一篇 或者夹杂的两篇 自己最近敢写的文章 然后最后再看看 他有没有写局限性 如果没有写局限性的话 你就喷得就狠一点 像他如果已经自己招了 就说自己样本量小 没有重复 某种方法更好 但是现在没有钱做不了 那你就看看上面那些 好像喷不了的 也就语气泛谎了一点就好了 如果他里面这些全都没写 你把这些拖的都给写上 最后主流程就是看他的结论部分 结论部分主要是看什么 有没有 他有没有玩拖了 其实这部分看那个 灾药里面的结论部分也可以 就很多人他明明结果 就得出一个很朴素的结果 就比如说 心脏病患者 他的某个指标会升高 他非要说 某个指标 为心脏病未来的 什么什么治疗 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实际上就有 推的有点远了 就你主要是抓这些 就要他弱化这个语气 好了 基本这样一圈下来之后 你的这个评审 就是也是按照 从灾药一直到结论 写的应该是非常完整的 评审的杂志设计的评分 也会比较高 每个同学也可以用 相同的这个思路 去评审自己的文章 然后你比较有程序的 形成这套思路之后 你以后对待自己的文章 也会用相同的眼观去审核 此外呢 在开主会 或者在听别人开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相似的 这种流程去审核对方的这个PPT 或者你师弟哪一个文章给你啊 或者谁在上面汇报 那你就按照这套思路 你看他有没有缺这些东西 指码打码就会很准 这些都需要自己慢慢学习 然后充分的了解这个领域 你才能够问的问题够毒辣 好的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对各位朋友有关注 朋友拿出了牌子 记得多多点赞 让我的视频被更多朋友看到 愉快努力